传说康熙大帝曾带众皇子到承德避暑山庄狩猎,似皇子雍亲王印针,雍正设得一头鹿,随命手下取道歌。 开鹿脖子,生息鹿之讯,这个鹿血乃大补,尤其对男性激素补得更甚,晚上印针实在受不了,就随便找了一个名叫李金贵的宫女临幸了一番,后李金贵怀孕生子,便是后来的乾隆帝,因李金贵是一汉族女子,所以不能与皇家通婚,生下的皇子也只能交与牛古鹿氏,当成亲生子来养,其实这也只是个传说而已。 实在是无稽之谈,而且严重抹杀了牛古鹿氏,冒着生命危险争取来的机会,才怀孕生下乾隆的事实。 原来,据史料记载,牛古鹿氏并不是嫁给雍正的,刚到雍亲王府时,只不是一个甘粗活的小丫头,牛古鹿氏身体健壮,为人情怀,不管粗活累活都抢着干。 然而,再能干,也只是个丫鬟,王府成百上千的丫鬟,想有出头之日,简直是不可能的。 不过,在牛古鹿氏19岁这一年,印针突然得了一种传染病,开始伺候她的妃子宫女,先后被传染了好几个。 随着印针的病越来越重,越来越没人样了,甚至都没有人敢接近她了。 一次负责印针的主管,询问王府各女眷,谁还愿意贴身伺候王爷,居然人人退缩,无人感应。 这时,牛古鹿氏自告奋勇,挺身而出,表示她身体强壮,不怕脏,不怕累,不怕死,愿意伺候在王爷身边。 从此,牛古鹿氏便被派给了印针做贴身丫头,牛古鹿氏叔爷爷虽为清朝开国元勋,但是她亲爷爷却没什么功劳和官决,要不然她是不会进王府来做粗活丫头了,而她自幼干粗活,身体也是真的好,贴身伺候印针,居然没有被她传染,随着她尽心尽力,一心一意地照顾印针,印针的病也慢慢一天天地好了起来,印针的病好了。 牛古鹿氏也怀孕了,日后生下了爱心觉罗红利,也就是开创盛世60年的乾隆大帝,牛古鹿氏族于1777年3月2日,想年84岁,乾隆族于1799年2月7日,想年88岁,可见母子二人的身体都很强壮,乾隆能活到88,也是利益于母亲的基因。 乾隆早年还得过天花,抗过去了,那时天花是不智之正,清廷皇室之大计,直接死于天花皇帝就有两个,死于天花的皇子更是不计其数,而天花抗过去就不会再得了,乾隆这才会被定为皇位的首选。 所以做皇帝不光要得才兼备,身体素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,假如他只能活三五十岁的,又怎么可能开创六十年,一个甲子的